我們五點鐘就交場 現在還有一半講九個字左右 就是六七年的左派暴動 之後就有半小時跟大家切磋一下 講一下提問題 聊一下 補充一下 多謝各位今天半鐘來聽我說話 好 六七年的暴動 比較深遠和影響香港深厚 記憶猶新 其實今年是五十年的紀念 剛剛暴動五十年 很多左仔認為要翻案 又準備了電影 有很多書直出 但是講到弊和利 我看影響到香港人的弊的不好處 應該多過英國的好處 在左派來說 大陸不是香港土共的 定性叫做反英抗暴 用了這四個字來描寫這次暴動行為 1967年5月6日至同年10月底結束 結束的時候 幸好得到周恩來總理下令 就不要玩炸彈了 如果不然 玩到今天可能還在玩也不一定 沒錯 這個整個反英抗暴 整天越烈 由五月開始 就是一個人造塑膠花 人造花的工潮 後面成為了現在我們經常說的恐怖活動 真恐怖 因為它用很多炸彈 真假菠蘿也有 那麼 官方數字 又是死得很少人 炎牛王就不收貨了 說死了51人 雙802人 我看500多人都不知道 官方數字就是 51人 有名有姓 因爲 因爲 中共在港開始建立了勢力 由那時知道 原來 國民黨的勢力這麼大 它又建立了很多勢力 它除了傳媒之外 它還有很多工會 那時已經成立了工聯會 現在工聯會 那時已經有工聯會 有地下組織 新華社社長 兼了地下組織的頭 的政委 祈豐 梁威林 那些 都哭了 是地下組織的領導人 那一定是找個人出面 那個就是後來 大紫荊的陽光 在這裏見到他的尊容 那右派 又不會輸蝕的 右派除了 在他的組織裏面 很多工會之外 呢 報章也有很多 的 例如工商日報 這些 星島晚報 這些 就算華僑 都是右派組織的 左派呢 那兩張報紙 不能賣的 大公文化 不能賣的 最後出了一本新晚 就能賣的 以後出了很大堆 小報 徵報 工商 徵報 商報 那些 工商就不用說了 何世禮 那當然是有到不有 那 大家在那裏 各思各法 但是澳門一二三事件 澳門一二三事件 之後呢 最重要呢 就是趕絕了所有 右派的工會 在澳門呢 所有 且中華民國國旗呢 全部撤退 走了 沒有了 現在呢 是見不到 中華民國國旗的 在澳門 那 那 那 六六年呢 天青少人騷動之後呢 社會其實呢 都隱藏著有些不安 六六年呢 發動呢 毛澤東發動這個文革呢 那 那文革呢 大家不用說了 都知道 是甚麼事了 他是想奪權 奪劉少奇的權 奪 軍委會的權 奪權底下呢 這個負責港澳事務 這個華僑事務的 廖成智呢 廖成智呢 就是廖仲海的兒子 何香凌的兒子 我在大陸見過他 是一個 講廣東話的幹部 他來到我們開會呢 他第一件事就是 喂 大家廣東人 不要講普通話 很夠膽的 因為他周圍哭了 都講普通話 圍著他的個人 但是跟我們電視台的朋友開會呢 全部講廣東話 因為他是廣東人 他就是廣東人 廖成智呢 說 文化大革命在香港不搞的 就是定性率 就是定性率 文化大革命會 拖 燒到香港 但是 很不幸 因為呢 一二三事件之後呢 廖成智呢 自己都被人批了 自己都下馬 被人拖下馬 於是新的呢 新人上場就說 你以前已經成什麼呢 總之呢 就有份 於是乎呢 引致到呢 香港 在整個 文化大革命裡面呢 都蒙受了很多 影響 還有很多呢 受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地方 什麼叫一二三事件 澳門十月三號 那天呢 就是因為 也很小事 那澳門那些人呢 就定為 那些工會呢 欺負他們 於是呢 就 想引起一些 搞一些事 蒲國政府呢 就派兵 真的派兵喔 不是派警察 派兵 去鎮壓 於是 這時候呢 引起那些左派呢 更加 反感 第一件事呢 就在 葡京門口 找些繩子 扯下了那個 約馬總督像 那個叫馬 那個總督呢 是啊是啊 大家如果去過澳門當年呢 就 在葡京門口 就有一個這樣的 銅像 這個呢 就叫做 阿馬劉 這個總督 是第一個 省國 香港和澳門總督 被人走 吃死了 啊 沒錯 被人在 在 阿婆 阿婆 即是 觀音廟那裡 沿途呢 給一個叫做 繁米的 義士呢 現在叫做義士啊 拉下來 斬了頭去 最主要呢 就因爲 他那時候 他想 claim 澳門是 葡萄牙的屬土 於是 他想開一條 直通的路 由那裡 經過 阿婆舍 去到 關閘 是一個直通的 但是呢 在中間裏面呢 這條路呢 就 要掘了很多人的墳墓 其中一個呢 是范米的墳墓 他祖先的墳墓 這個范米呢 是中山人來的 他爭恨到這個 這個 這個總督 阿馬劉 入軍 入心入軍 於是會 埋在草叢裡面 他一經過呢 就立刻走過去 拉他的馬 拉了他下來之後 殺了他 斬了他的頭 那麽呢 那麽呢 葡萄牙呢 在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時候呢 就跟中國 跟明朝翻臉了 就要衝襲這個人 那麽清朝來的 拉了這個人出來 正法 那麽呢 就 阿馬劉呢 就做了個銅像 就擺了在 葡京門口 那個 那個 公園三角位那裡 那裡 那裡 小弟呢 就去了兩次 第一次 就是去這個 聖馬嬌 西洋墳 找阿馬劉那個墳墓 他說呢 已經搬了回去 李斯本了 那去到李斯本呢 今次 我真的問那個導遊 我說阿馬劉那個 約馬帳 放在那裡 他拿了回去 他說 當然不認識 他沒聽過阿馬劉 他都沒聽過阿馬劉 聽都沒聽過 我知道 搬了回去 放在一個公園那裡 哪個公園呢 就沒有阿智馬在那裡 我看呢 都 除了下次自由行去找之外 都拆了 或者找不到 那就算了 這個阿馬劉 就是一二三事件 剛剛我老婆問他 知道不答了 左時機大家少許時間 我老婆不認識 不是旗 因為她跟我那麼久 沒聽過我 很急不認 好了 此外說了 人造花工廠工潮 這是新桃江剛剛新開的一個區 是做工廠的 裡面有大友街、四美街、三柏街 一、二、三、四 你知道嗎 這個新桃江大友街 有一個叫香港人造花廠 當年那些條件 是相當苛刻的 又要賠 做得不好 又不給OT 一會兒又說減工 很多東西 很多豬科 豬多剝削 那些工人就不太強 於是抗議 但抗議剛剛那年代 大陸文法大明 時興就是唱紅 打黑 大家拿一本 紅書仔出來舉 那些工人也是 你拿出來舉 那些工廠 那些管工和老闆 就封了店 那些工廠 他不准人出貨 引致了他報警 叫了防部隊去鎮壓 在那裡搞出衝突 五一一之後 五月十一日之後 有流血的衝突 擴大了鬥爭 他在鬥爭之後 香港工人總會 成立了我們現在叫做 鬥委會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 鬥委會 原名叫做 港九國業工人 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嘩 長甲臭 好處大陸聽鬥爭 鬥爭 鬥委會 就算了 誰是主任 委員呢 一會見到他的尊容 就是拿大紫荊 陽光 還有很多人認識 現在後來做了很偉猛的 阿四文 是阿四文 都是 還有一個副主任出名的 就是叫做 悲 大公報社長 悲目的弟弟 悲明兒的叔 他很出名 當年老闆 悲非的父親 一家都很偉猛 成立鬥委會 他長久準備和港英鬥過 因為他定性為一個反英抗暴 他不是作亂 他是反直的 他是繼承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娛威 最壞是廖城市說 香港廣報都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娛威 但是廖城市就落馬了 中央其他江青派就加入了 定性為英國政府 勾結美帝 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 是很長的 一定要這麼長 他不撿字也不撿就不漂亮 當然是這樣 一定長角臭 然後定一性 最重要是這句說話 就決定了行動方針 就一定跟你講英鬥過 演過 因為你是勾結美帝和他一起玩 你要玩和 之後 六四之後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不會再講 勾結美帝 英帝 為什麼 到現在呢 劉曉波不讓他放出來 其實後面就認為 劉曉波是英美帝國的走狗 快慮 你給他一個 納貝爾樣子給他 他是落外面的 即是他不是 他是陰謀顛覆的 顛覆後面什麼勢力呢 就是美國CIA和英國MI6 是呀 那些人弄壞 但是呢 他就免得罪那些英美 現在不出聲 這樣是壞 這樣就是 還不得光明磊落 那時候反而是中文磊落 說明了 中文介入呢 港英呢 又用另一種方法 他說呢 盡量恢復香港的安寧 用香港地方人民的安定繁榮來 來做他那個口號 就不講殖民地了 你看 當年1967年9月9日 你看到呢 香港新聞裏面呢 急誤左派的搞手 包括楊光 郭天海 是劉謙 楊光牌頭 因為他是主任 當年 換句話說 是第一個通緝派 他沒有說通緝你 但他說要誤會你 要你上去聊天 你上去聊天就不放了 沒有拉過去 他躲起來了 有些人說他躲起來了 回大陸 總之那時候是統緝辦來的 楊光 他躲起來了 在豆生慢慢升級 第一步升級 大家記得那一場戲 就會見到上去 就是上去 港督府 因為港督府的時候 包庇門口有兵守著 現在呢 當你 臭死 就是上來你那裏 就在你門口 然后就贴大致暴,贴到你周围都是, 然后那些人分批,三个一队三个一队一排, 由花园到粗上去,热脱那时是夏天来的, 等你封了整条中环给他们说, 中环开始暴动,一落回来就搞暴动, 烧垃圾搞东西,然后政府超级, 香港就试过九龙烧禁,没试过香港烧禁过, 日本小时有,但后来就第一次在香港烧禁, 接着呢,他的工作会真是几百费的, 他可以搞到九八,港八,那时没有乘八, 电车,小轮,由淮地小轮,天津小轮, 所有交通工具停航, 很大力喔,真是厉害喔,整车工人也是, 香港连机场的修理都停了, 那你鬼佬就飞了,他没人修理, 那你一脚业,所以那时真的很厉害, 我记得呢,最厉害的时候呢, 我们呢,是没有法子乘到巴士上学的, 走路的,走路就不在意,不在华下, 有一些叫做, 车是开始了,就是,下车就开始了, 就是后来十四座, 最初呢,就是在,有些, 那些貨車 用條繩拉上去的那些 三紅紙 兩紅紙 三紅紙 找立步的字 有條繩拉著條繩 你不行的 苦如無力的那些 你上不到車去走 我們年輕人 就可以拉著那些 貨車的繩 直接跳上去 又分紅磡 對 為什麼不走路呢? 因為沿途都是駕彈 真假差點你不知道真還是假 遇到你踢到 那就拜拜 跛腳你就死了 不要說拜拜 6月11日 沙榴閣示威 沙榴閣是近他那裏 我去過中英街 原來真的在旁邊 那些人沒有所謂沙榴閣 就這樣過來沒問題 就未到沙榴閣槍 十六日 十六日 全港報紙埋了 就是 中國不愛父子 就愛核子 核彈 其實這個呢 引到那幫人狂歡 說不可以 中國爆了個核子 核彈 其實這個威力很小 很小 七烈八路呢 就去到一個高潮 就是沙榴閣的警方槍戰 死了五個 有三個是 巴基斯坦籍的 因為 中間救援那些英軍 那些車隊去不到 封了一條路 或者被他們打穿了那些車輪 所以那幫人 沒得救底下 又沒到整機去救他的時候 就死了五個人 張寵死了五個人 這個呢 那時候是最大的高潮 事日報紙賣完之後呢 就有個謠傳 就說收回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那時候有什麼香港 有什麼香港 有什麼香港 我那時候不知幾個高興 收回就不用上課 這個呢 後來就是滿地菠蘿了 滿地菠蘿就是 原來搞定了大陸 暗中英國都 跟丘韻來講 涉嫌素 是不幫你的 是不幫香港作祭討共的 於是香港警察夠膽開槍 尤其呢 去掩蓋他那些總部的時候呢 打死很多 那些作祭的 有槍打死 有用棒打死 用警察棍打死 什麼都有的了 所以呢 死亡人數是 不止是一個的 在這個 很多個工會 爆爆去的時候 用債肉爆進去之後呢 那裏都殺了很多 那些作為軍人 那些作為軍人 也殺了很多 警察 尤其是變裝那些 那時候呢 有個老友說 他是 是隸屬於 反紅組 反黑組 反紅組 是什麼呢 就是反這一站 這個是誰呢 這個呢 後來做了廣播處長 叫黃華琦 黃華琦呢 他告訴我 他當年呢 就是 這個廣播處長 委任他 叫他那隊人呢 叫反紅組 為什麼叫反紅組呢 就是專門拍一些東西 是唱衰左仔的 就是說呢 左仔呢 是衰的 戰格 包括了 這個反紅組 包括了林彬 所以呢 林彬下落 被人殺呢 就說是座姦 就是這樣 他不敢告訴別人 他是反紅組 不就是他命都沒有 一會兒會講到那裡 那正是說 攻入了 英國呢 派了他的航空母艦來 停在維多利亞說 不是我們遼寧號 那那架飛機呢 就是直升機來的 運一些兵呢 就上去 橋貫啊 華峰啊 新都城啊 明遠啊 這些距離的陣地 裡面呢 有菠蘿啊 有製造炸彈的地方 兼且呢 還有醫院 軍醫院 嘩 嘩 好麻煩的 受傷又回到那裏醫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學友社 學友社 學友社 誰知道是誰呢 司徒華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 就是學友社 學友社 學友社是一個 共產地下組織 其實訓練了一些幹部出來 吸收青少年 吸收青少年 沒錯 中學和大學 大學也有 中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見到一個女友 那誰知道這些 這些 我們阿爺 新都城是什麼 新都城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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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酒樓來的 酒樓 酒樓 酒樓就用它的名字 大廈又叫做新都城大廈 重慶來的 不是 你沒有去北角 你不是我家了 我們北角流連得多 北角 黃寬城 黃寬城 沒錯 這個 在那裏唱 沒錯 新都城 夜總會也是他 今天也是他大廈 現在是否做了劏房 華方就是下面的國貨 國貨 現在還在 旁邊的一間大廈就是喬館 又是劏房 有幾間 剛才說 左派部 不能賣的 但是呢 有很多細部 就靠馬京 賺食的 潘迷衛 那些 那些 就開了這些 香港夜報 新五報 田豐日報 這些 田豐先生 田豐日報 賣馬之餘 就寫了 鹹濕小說 是 鹹能 香港 鹹濕小說 的始祖 來的 尤其是今夜報 現在的新五報 今夜報 就是這個 黃世瑜 就是 最近回來 這個 金融最喜歡他 所以明報晚報給他打來的 叫黃世瑜 然後 後來 轉為 專門寫那些 什麼 避方 醫療癌 症 信他 那個死快點 但是 我相信他的 阿朗 阿朗 沒錯 就是阿朗 就黃世瑜 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 下次回來 介紹他 早點回去 那暴徒 就開始放炸彈了 有一對 小孩子 死了 就開始被香港政府作大了 最後 最高的潮的時候 另一個高潮 就是 香港 大陸的人 那些 國家 派的 去燒 英國 北京 代辦處 直接去燒他 直接 俘虜了 北京的鬼佬記者 路透社記者 隔離 為什麼要俘虜他呢 為什麼要捉他呢 他當作打仗 交換俘虜 就把香港 左派記者 黃澤 交換 所以黃澤 早就放了 黃澤 很馬馬 不是 很多人叫黃澤 小明 小明 我四十幾 四十幾 人叫小明 不是那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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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 郭州路山 上班 下來的時候 就被人淋 天拿水 就 燒一輛車 燒死了 兩兄弟 死了 其實很可憐 其實不是他寫的 他只能這樣說 寫的那個 和監製 我教我寫的 譬如本位老師 叫胡沙 不在這 死了 他是他寫 和他produce 的 他都是 在大陸 中生大學 畢業的 大學 爭論產黨 爭論入骨 那時候 不知是否反紅組 有份 他負責這個節目 終於 臨賓 替死 四日 他都不出來 為什麼呢 他接了 子彈信 子彈信 包括 寄給金融 寄給何祚之 是 很多人都收到 我沒有收到 那時候我年輕人 不是收到紀念 那他就說 送子彈給你 等你 知死 所以那時候 雙鑽台 我第一次送告 是送到達知路30號 那時候是封了的 結果兩重 才可以進去 有警察 有些政治部警察 有一個至兩個 揹槍 在裡面 守住門口 我們交報 都不能夠 就這樣交 在那個鐵閘 逃進去 那時候 1970年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 很嚴格 那些人 就住在樓上 當然有錢人 那些金融 我早知道那些人 逃到瑞士 那些傻子 只有那些人 就在樓上住 直至到7172年 就知道 釋放 走了 之後 10月 香港 就推出 香港節 香港節 就是 粉飾太平 有花車遊行 有新潮舞會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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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聲平和 銷利了 那些年輕人 的 憎恨 港英政府 的一種 方式 來的 那 提倡 那些 pop music 那時候電台 都做了很多的節目 下面政府 受益 那時候 是很聽話的 大家很聽話 鄉政府怎麼做 教他們怎麼做 有個 有深箭室的 有一班 鬼佬 又有唐人 是 正話我講了 是 做一些工作 政治工作 或者經濟工作 來和換一些民憤 你想用兵也難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 他跟你收拾 教育了 那班學生 你做左派有限 那左派只能夠用到那些 你看 喬校 喬校 喬校出來那些 那些 老公子弟 那些 包括陶傑 你看 工廠工人 很漂亮的 都不錯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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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 我沒有看身材 我沒有看身材 我看能不能打的 大哥 是中國民航民 哎 沒錯 是啊 陽光在哪裏 陽光在哪裏 爬校都挺漂亮的 這個又去到 這個又去到 不是 讀獻府 啊 最去年去那裏 現在就叫做 是啊 是啊 那時候 左派右派 不同的報道 林彬就是 漢奸走舊 查良庸也是第一罕漢奸的 查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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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為什麼林彬會這麼憎恨他呢 因為他自己是左派 他出身左派 就是這些 另外一個罪名叫叛徒 就是你是在那個出身 所以他用了叛徒 那時候是謀殺人 謀殺那些叫做床奸隊 但是你跟徐姓文說 他說當年不是陽光作主的 還有人在後面作主的 就是出動這些床奸隊和去暗殺 這些決定不是陽光做的 那麽說 他這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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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開給這個汽車 复鷦 复鷦 剛剛房子的天拿水 一應就不可以救了 鴨聲超這麽 那老婆子女 像我才知道 養了就送了去台灣 有台湾長大 在加拿大 那 ещё加拿大 最初是來台灣 那在雙片台 大廳就怪了這兩個人的複尚 乖到我离开的时候,大约70年代还在买 还在买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这个就是捉了那堆小队,全部蹲在那裡 集中营? 不是,未被队集中营,集中营有两个 有一个叫摩星岭集中营,是专利扣留那堆政治犯的 摩星岭是MI6? 是的,MI6的小西威尼洋,两个都是训练 扣留那堆敌兑的战犯,其实是战犯来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普通的,大馆而已,拍车而已 很多人啊,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拉很多人啊 这个美女就是左女啊 不是,一阵又 听闻呢,反红族呢,警察是很认真的 搞到她啊 于是找一件漂亮的呢,就摄了她 吃了成本红书仔 我以为摄了吃 摄了吃的红书仔 你这么喜欢红书仔,成本摄了吃 没有这个啊 不是这个,即是说捉到那些左女 这么说,这个是亡红书仔 没有证实,没有证实,因为我不说 这个就是当街守身,不用问 这个啦,你去偶像 哎,掌公你的偶像 啊,四位,富奇 啊,谁是富奇啊 啊,谁是富奇啊 富奇、四位呢,是当年的 啊,长城啊,长梦新啊 长城的当家花旦和小生 我和她的女儿呢,补习过 啊,住很漂亮啊,住在家里里生的 很有水啊,现在去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到那里 去到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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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里 那游戒呐,就是第ähr阶的出境,这些就是以往的感情 这些就是香港性化,第里 irm 第驶出境, careers 怎样去到那里,来到那里 MrWA 对面不收人 对呀,对你们都费到了它 戴好明星 那回来有没有斗 没有,我继续斗无所谓 只是上班 上班斗,每天举,棋仔举,书仔无所谓 你不是以为真心斗 个人都不真心斗 阳光都不是真心斗 这个就是当年菠萝的时候 的插菠萝英雄 死了个贵佬,英军转去做拆弹专家 怎样是一下拆爆炸 是否这个不知,应该不是 那时未有机械人拆,用人手拆 现在就用机械手去拆 这就是东宪府,举原牌,举原牌 举原牌在轮流下,示威 这个又在通街打,扔筒 警察都知道了,做戏就做了 真是约腾牌就算了 最拍照大家拍到 这类真是打了,打得拼够,但是鬼佬打了 这些是双圆的,你别以为有,里面有圆的 这一拼就穿头了,这些是对峙了 没有人主了,没有人年代 这就是不觉的 深中的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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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拉了之后,就放在广场上 等候发落 多么多人 这就是九龙活动的 即是第一次活动的时候 这是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 骰自驱的 九龙活动的时候 这个看过 这个就是 应该是 在港岛的那些鬼坏 电单车 电单车 单车 很多人不是来示威的 很多就像我那样有看的 我也有看过 当然都是看的 考完试出来不用考 一出来就见到 南财官署 暴动 当然要看的 例如16出宿 不看是假的 不知为什么 这么多石头 那时不用挖地下的砖 找你的 哇,很多石头 平日 平日不见这么多石仔 有一个暴动 是通街石的 任你扔 任你扔 这么紧的 这个就是 当时大公报 左派的说法 这个就是大公报 星祖日报 明报 和南华新地 南华早报的 星期日先中报 个个说法不一样 同一件事 说法不一样 所以老板要买几张媒体 不然大家看不到真相 这个就是国内的 poster 就要坚决支持香港外国同胞 正义斗争 给自己人看 你们不画又不得 这个就是边境 你看看 边境这些是英军来的 有没有英军 这些居家死了几个 死了几个插 就不是英军 这个呢 这间猜馆还在这里 是猪房 这个是阴工了 这个就是死了那些警察 那些家属 那时没有豪原状的 就盖着国旗 买了棺材给你 就行餐死了 就给几千银你就算数了 那现在大牌当你做 可能 或者是高摊 那些是叫做恩书 就是这六个 中间有几个巴基斯坦 三个巴基斯坦 三个唐人 这三个就是巴基斯坦 其实这六个死了几个 为什么呢 因为 受了枪伤之后 没有一支医治 等了一整天 那些十字车都未到 就强行死 共方就死了一个 民兵 他这里就死了六个 这个就是炸死两兄弟 刚才说的 就是那些新的炸弹 两个小子不知 走上去踢一踢 砰就会爆 那便玩完了两个 这些死得很厌枉 就是这籍字 那时是白皮猪王微狗 记得吗 这是六七年八月二十二十日发生的 这是大陆的报道 南方日报 完全不跟香港的报道方法 这是抗暴 反英抗暴 反殖民地 怎知大陆没说收回 那里死了 没说收回 那大家见到这个了 这个曾德成 和曾玉成 玉成的大佬 立法会主席 德成是民政局局长 以前是大公报老总 这个就进去坐了两年半 这个大佬没进去 拉他不了 什么罪名呢 他是派发 煽动性传单 他妹妹都有份 他妹妹叫做 在比利罗士 叫做十八十四女英豪 后来嫁了 我的老友 麦成章 做第一任老婆 西洋女家英国 西洋女家英国 这个老友 就是第一个 坐完牢 出回来 还可以做 选择 麦华章 麦华章的老婆 就是她妹妹 她做什么呢 她那个时候 读 读你那间中学 叫做 姓保罗男女 你知道吗 你听我吗 你听我吗 现在看到 哎 姓保罗男女 你是不是阻滞 你不要备位 不要 你是幼儿子 面阻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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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 周六点钟 已经有人上学 在柜桶上 派了 船单 放在里面 哇 那是哪个人 那么早 五点多回去 开个门去派 我都知道 那时候已经有了 好 这个老友 那时候 最终被 梁振英 炒 炒得很坏 因为香港人 很少用这个字眼 叫做 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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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为何是炒乳 当然 梁振英 不喜欢你了 为何 先问他 他梁振英 我记住 那时候 炒爆爆炸 炸 这个就是杨邦生 这个当然 出来抗议时 就是这样 现在领奖时 就是这样 不知为何他领大主经 最惨的不是他 最惨的是李嘉诚 李嘉诚和他都联一起 一起拍照 真是惨 死给你看 这张就是今夜报 不是新夜报 今夜报就是 刚才说阿洛那张 这张就是右派 右到不右 所以就是 梅亚东死 就叫做 一代魔王拉柴 几个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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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六年 七六年 这张是正式行报 香港第一行报 几个好处 几个好处 这张就是英军直居家兵 租房的 哪里 哪里 是 是 实弹 不是玩 不是玩 是玩 这个就是左派游行 这个就是香港节 后来游街 晚上有花车 刚才说了 有很多歌没有 很多学校支持 大家留心一下 这个叫帝人帝特隆 香港第一间整容医院 原来是骗人的 被人家人 整容 一九六几年开始有人整容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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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尼敦道 你一看到尼敦道 這裏就是炳新年 初一 炳新年 就年 這裏可以給你看 這裏是炳新年 和警察大戰 這個警察後來 拿獎 威啊 她是第一個崩槍 肥了一槍 當年左派的陰謀論 就是左派 講的 CIA買通了美國民主基金 即是索羅斯基金 和台獨組織 給肥佬禮錢 然後蘋果日報電台 網台抹黑 泛民政黨 大學招收基本會員 教協司徒華那間 中小學科學前訓練 大學呢 什麼都有 我老友張陳輝就是首席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一個領大 陳雲 現在說港獨派 有公民黨 就是劉家傑那些 訓練黃絲呢 就有律師有法官 目標呢 就推翻中國政權 不敢說 這個呢 就是左派 安香港 這堆暴動 戰終之後的罪名 小弟呢 就和馬鼎盛 僥倖 成為了 這個漢奸 一號二號 哈哈哈哈 查到啊 叫漢奸來的 哈哈哈哈 沒有名字我會生氣的 哈哈哈哈 雖然 陶傑輝沒有名字 陶傑武衛 是漢奸的名字 什麼叫黃絲 啊 哎呀 有排解 黃絲 吃飯要解釋 嘩 很難解釋 黃絲 這個呢 就是唯一 那晚的燒車 就燒了的士 唯一 整個 呃 呃 女人街呢 一點東西 一條毛都沒有動過 那些人呢 他 執招訂的呢 就口渴 走去七十一 買水喝 哈哈 買水喝呢 還要排隊 很長條路喔 排隊 很有規矩那樣 去去去去 那為什麼那些人 暴動都不去搶東西呢 又不去燒車呢 又不去女人街搶呢 這個還不算燒車 只有一輛的士燒 除此之外那晚一輛車都沒有移動過 全年女人道都是車來的 全年女人道都是女人街來的 移動都沒有移動過 為什麼選這輛車就沒有移動過 可能這輛政府的密探車都沒有移動過 不知道 總之就燒了一輛車 學者說政府不正視 不僅有魚蛋革命那麼簡單 以後整個牛雜革命應該很簡單 他說原來當年 鍾建華這位學者說 政府1965年首次推出了社福的白皮書 態度冷淡 香港社會制度穩健 有足夠的義務機構為政府推進工作 結果日年發生暴動 1966年正好啟示政府以後的政策 對社會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幾乎所有六八年的新措施 就是回應這份報告的 就是有這份報告 然後香港政府就在政治經濟 在教育醫療這些地方做工作 報告書提出要擴大 市政分區制度 即是後來做了分區的 以增進公務員和市民的接觸 以增進公務員和市民的接觸 那些公務員就是負責市民和政府的關係 政府在六八年成立了民政事務處 就是這個地方行政諮詢政治 資助非謀利的機構舉辦青少年活動 而香港就有所謂青少年活動 有Summer Camp 正在關心青少年 否則到現在都不關心 它沒有暴動 面對騷動 時任香港種族國兩行提到 前事不亡 後事之思 所以國市將統家研究 六年的蘇動調查委會 寄華政府和民間所產生的格格 對於任何政體 都是一項持續性的危險 和使之憂慮的事 所以開始知道什麼叫培養歸屬感 和使殖民地的面貌改變 使香港成為一個沒有那麼殖民地 和統治性的地方 所以即使不相信政治 經濟和社會方面問題 直接促使做動 都必須了解到 騷動者背後所牽涉到的社會問題 這個說話是有心物彈 六八九的 因為六八九做完這次 新年暴動之後 是沒有做過任何聆訊 是沒有做過任何調查研究 究竟那些人 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民怨呢 為什麼會 那些年輕人 現在會有很多工出來 知道原來他會帶警察去掘磚 他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目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這幫人究竟是什麼東西的動機呢 那呢 就能代大家 嘗試一下 今天還有三個自證 五點鐘就交場了 所以歡迎大家 提出你的問題 或者大家研究一下 討論一下 謝謝各位 那些人 郭露雄呢 是啊 是啊 郭露雄呢 是啊 那時候已經是這樣的看法的了 但是郭露雄呢 那是他那個 郭露雄呢 那時候已經是這樣的看法 郭露雄那時候已經是這樣的看法 那時候已經關心到這個問題了 即不是現在才關心 四十年前英灣新聞 如果英國殖民地政府還是這樣統治 還是用其他殖民地的方式來統治 香港就下納年了 就不能成為一個 六個項目 我意思是應該是五、六年了 不是六、六年了 六、六年是第二句 你說閣在那裏 叫你翻寫 不要寫時任 沒有問題 面對蘇聯時任 那個第一個蘇聯是五、六年的蘇聯 閣在那裏 六、六年也不是閣在那裏 都不止死了 你知道蘇聯是五、六年的蘇聯時任嗎 是呀 然後六、六年蘇聯時任 我們全部明白了 不需要咬他們 怎樣聲音 大陸的蘇聯時任 大陸的蘇聯時任 他還沒問 問小的蘇聯時任 你繼續 我問小的蘇聯時任 有問題 支持就支持 支持 六、七年暴動 最初的時候 廖成智說 文化大革命是不會在香港搞的 那個都不搞的 但文化大革命 就連廖成智也拉下馬 自己都沒了份 那他那些下落不算 接手的人就搞的 有支持是不是 就是打雷自己這麼嚇人 是呀 上官不是說了聽 自己那些國內的報紙有它不同的說法嗎 支持的 直至周恩來說不要再玩炸彈了 那就是人家停止 如果不是有牌子就不用了 我想那時候 最重要就是大陸同需要去香港 一向都需要香港 收回之前都需要香港 個個都需要香港 現在都需要 現在需要少一些 是 劉子先生 我想問問題 林彬兄弟那種後冤 你現在楊光死了 他快要死了 你以為將來有沒有機會知道事情是真實 有可能有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些是軍事政治的問題 你大叔說不是楊光策 徐星文說 徐星文說 那你信不信徐星文 徐星文公開說的 他說這些東西不關楊光說的 共產黨說大話就不用管 徐星文說話你信不信 我信 我信 我信就不信 就不關他的事 楊光是 楊光不是執行社的人 楊光是工聯會的工頭 他是不用做事的 他是做工會的頭 但是共產黨是工農兵 三結合 香港是沒有農兵的 就沒有兵的 就只有工 所以就拿出來 是工人領導 那些工人的工會 沒有工人尊重那些工會 是呀 我是尊重那些左派工會頭 左派工會做一件事 是所有工人都很喜歡的 因為他四毫子吃一頓飯 我吃過了 工有服務部 工有服務部 你吃過了嗎 四毫子吃飯 他不是說間階工會 不是 在旺角樓上有一間飯堂 哪間你有沒有簽到哪間做 是呀 哪間有簽到哪間做 摩托車公會 摩托車公會來的 總之一四毫子 三毫子各項餐 是呀 什麼都有 還有呢 還有很多臨審的事 你真是猜不到的人 有些是一百元 百二元 七日團 去台灣 不是 回大陸 有些呢 更厲害 有些呢 去工人 就是 諸國戲院 隔壁的那間叫做工人俱樂部 工人俱樂部那裏 有 便宜外面一半瓦錢的燈膽賣 很多賣 翻餐都便宜一半 還有唱樂曲 唱樂曲你不用問 唱樂曲就通街 那些人唱小組 工會有的 那整個九龍城 統安華在這裏 差不多 一到珠 珠江經常滿的 買不到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全部珠江都派票的 南洋也派票的 很關鍵 很關鍵 現在都有 整齋 蛇煙 病 許瑞 很多東西 我叫做工人俱樂部 產所 生小孩 不收錢 我妹在那裡生小孩 哦 我以為生小孩 賺了阿波醫生的生小孩 我以為 搶了阿波醫生的生小孩 有工人產所 鐵帶也有 砰箱也有 當然華風國貨 產了上去 發現裏面有一間軍醫院 是啊 裏面還有手術桌 可以幫你拿一把錢帶出來 是啊 很好吃 慢慢吃 想問一個 如果照這樣看 根據歷史 這樣發生的事 有做這些調查 去年有個暴動 又沒有做這些調查 你看以後 有什麼可以 會怎樣發展下去 我覺得 為什麼港英的時候 在殖民地的時候 會做一些聆訊 做一些報告書 最重要是因為 他真的想 去改善他的管治 他知道這樣做下去 你的統治是很困難的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你 不是你的文化 不是說你的話 又不是信你的教 你找到白人來統治這幫人 是很困難的 他知道的 因為這些 這些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他不只是在香港 他在非洲幾百年了 他在非洲也有 道道也有人 他知道一定要調查 究竟這裡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特點 為什麼這些人會引致到一個騷動 一個暴亂 找到原因之後 他拿著原因 可以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 就是建立社會 剛才我們開場說的核心力 包括年紀 現在我們說核心力是年紀 都是因為這些原因 那些人的氣不順 說警察偷污 其實港英政府這個暴動之後 做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以前全部是英文的 中文發展議員運動 是經過這個之後 這是七十年代 離開了六七年的暴動 黃梦花 黃梦花 有很多的 譬如他曾經陳立僑生 曾經認為紅燈區應該要設立 黃梦花也是 黃梦花也設立 但很多這些 小小小的 譬如中文法定語言 年紀 觸覺法等等 他是想improve 想增進殖民地的本質 是長久的 他不想這麼快就交給大力 中文合法是很大的 影響全香港的人 起碼在法庭上 或者公民上 可以用中文 因為如果不是 你一直用英文 那些教育罪 只是那幫精英 David 懂英文 我老婆的懂英文 我都不懂英文 我都不懂 沒錯 那時英國政府的system 是最strict的colony 叫crown colony 是最黑薄的 因為战前 到打完仗 收盤後 英國仍然 用它老牌 老牌殖民地的統治方法 是 18年 那時不准華人 上起屋 河東 不是華人 高等華人 高等華人 那個故事很詳細 很長的 然後你會發現 不要說山頂 半山 堅島都不行 堅島都不行 那個分隔 是很厲害的 所以 慢慢覺得 戰後 要使到這個地方 轉型成為一個工商業大都會 你一定要轉自己的制度 一定要轉自己的核心價值 一定要轉自己的核心價值 如果你的核心價值 仍然是英國佬先 什麼都是party 那你永遠 這個就是colony 這個只能夠做一個殖民地 殖民地 你盡量去剝削 找資源 你不能夠發展它 如果你要它發展 成為一個 死小爐 比如說工業 商業 或者後來奠基了 這個金融市場的大都會 一定要轉變了 你的colony的統治方法 你不再統治 你不再變 就必定會死 那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轉呢 我剛才拿出來 就是這三劫 他說 為什麼不講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 佔領香港是很好的故事 但不是在我們最後一個目的 想講香港如何建立到 好似現在的大都會的核心價值 那個呢 那個都是 就不是那麼明顯 這三次呢 就很明顯了 正如說 這三次就是很明顯 它領了教訓 不要聽說它叫做領了東西 領了之後呢 它知道怎樣改善回香港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香港本土主義 有很多人仍然很喜歡 懷念英國統治的時候的政制 或者很想英國佬接手 有些人這樣 是的 但實際上呢 後面呢 它沒有看到 原來英國佬是很苦心的 要經營香港 即不只是 當然 它是一個 掠水 它當然在香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理 但是呢 二大戰之後 你發現原來這個地理是騙人的 你佔了也沒有用 日本仔說打你就打你就 說沒有就沒有了 所以不是一個那麼重要 新加坡都不是那麼重要 說打你就打你就 很麻煩 放著凡全的人很麻煩 當時用本仔香港講英國政府 當我讀清朝的制度來管理的漢人 就是殺了英國政府 是 英國呢 漢人呢 滿洲呢 就是這個環遊和高額 同事 同事 但是英國人是很聰明的 因為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呢 帝國主義呢 就是英國 帝國主義就是它什麼 什麼都懂 如果整個沙士人 在英國的時候 英國管理的時候 英國立刻派專家來 跟你立刻搞定 什麼叫什麼叫沙士 有研究啊 帝國就是它全世界 什麼菌 什麼症 它都有研究的 不是 只是 在孤孤獨獨 那裡 很informative的 這個 帝國主義 是一個這樣的 靜民地主義呢 就因為 最早的時候 是希臘開始 就是用來掠資源的 不是用來教你這幫人 將來怎樣成為成財 是掠資源 但是經過這樣的暴亂呢 就知道原來 掠資源之餘 你還要培育回那個地方 有它的本土 還有利用到那個時候的特別形勢 那個形勢就是 中國是一個鐵幕國家 是不會跟外面溝通的 原來 這樣的地理環境 是有利於英國 在東南亞或者亞洲 作為一個 佔據了的主權國 它有權話事 可以說 美國也聽聽說 因為它佔了一個香港人 可以有些話說 現在當然沒有了 現在不需要了 越洲飛彈都肥了 那時候還有這個戰略上的優勢 但是那時候都差不多 跟交環那個timetable 是很短時間的 交環呢 要是在97之前 現在是說1956年 都是幾十年而已 六六年 幾十年那時候沒有準備交環的 英國佬從來沒有準備交環的 大翠二成是拿著那三張工程 在那手袋裡的 是啊 他還拼懵 就交環那時候都想延期 是啊 沒有說想交環給你的 過度2000 過度2000 為什麼想想要跌L-type 之後呢 他拿了很多香港的儲備金 是啊 他從來沒有想過 直到鄧小平都說 我一定要了 八十年 八十年 我一定要了 你雲頭都不齊 但是你不知道桌地交易是多少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你一定有利益的 買回來的 一定有利益的 好啦 差不多了吧 好啦 那再繼續說 多謝各位 今天浪費這麼多時候 請我先說一下 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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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